大家好,我是大鹏,欢迎你和我一起每天说中文。 Come on! 大家好,我是大鹏,欢迎收听每天说中文播客。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词汇是要劲。 要不要的要,劲是有儿化音的发音,如果去掉儿化音的话就变成了劲。 劲就是力量,就是力气的意思。 我的劲很大,就是说我的力量很大,我的力气很大。 那么要劲是啥意思呢? 是想要更多的力量,是想要更大的力气吗? 是这样的意思吗? 呃,也是,也不是。 为什么呢?你来听我慢慢说。 首先,要劲是一个形容词。 它的意思是重要,或者是关键。 但是,要劲这个形容词更多是来形容一段时间很重要,或者是某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。 我们可以说,要劲的时候,要劲的时刻,意思就是关键的时候,重要的时候。 换句话说,要劲的时候,就是必须要付出努力的时候,必须要加油的时候,需要更多力量的时候,必须要使劲的时候,不能放松的时候。 这就是要劲这个词的意思了。 嗨,好吧好吧,我知道了,我劲就是了。 大鹏大鹏,你高考准备得怎么样了? 嗨,马马虎虎吧,最近天气太热了,实在是不想学习,过两周再开始也不迟。 什么,距离考试只剩一个月了,现在正是要劲的时候,你怎么可以放松呢? 嗨,好吧好吧,我知道了,我努力就是了。 嗯,大家听说过中国的高考吗? 高考就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简称。 哈哈,这个名字太复杂了,大家不知道也没关系。 简单说,高考就是为了上大学参加的考试,就是考大学的考试。 在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学生都参加高考。 对于他们来说,准备高考的时候就是最要劲的时候,最关键的时候,最需要努力的时候。 是最应该使劲,好好学习的时候。 在你们国家呢?在你们国家高考也很要劲吗?和中国差不多吗? 欢迎你告诉我们大家你们国家的情况。 好,那么这期就到这儿吧,下期我们一起说中文。 大鹏大鹏,你高考准备得怎么样了? 嗨,马马虎虎吧,最近天气太热了,实在是不想学习,过两周再开始也不迟。 什么?距离考试只剩一个月了,现在正是要劲的时候,你怎么可以放松呢? 嗨,好吧好吧,我知道了,我努力就是了。 大鹏大鹏,你高考准备得怎么样了? 嗨,马马虎虎吧,最近天气太热了,实在是不想学习,过两周再开始也不迟。 什么?距离考试只剩一个月了,现在正是要劲的时候,你怎么可以放松呢? 嗨,好吧好吧,我知道了,我努力就是了。 做广告,做广告,说中文播客做了一年多了,我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。 如果你愿意资助我的话,那就太好了。 请登陆一个叫Patreon的网站,patreon.com slash大鹏,p-a-t-r-e-o-n dot c-o-m slash d-a-p-e-n-g 我已经把链接丢在说明栏里了,快去看看吧。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,让我好好,谢谢你。 再见。 worldwide 哦 第一aben